美方报告中的这些内容毫无根据 纯属凭空捏造刻意抹黑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近年来在均控防扩散与裁军领域 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器的实用主义 采取只实地有不分对错的双重标准 在合不扩散领域不断甩锅卸责 退群毁约 独家阻挡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在全球建立上百所生物实验室 酝酿研发新型核弹头 火通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 推进外空和网络军事计划 这些行径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严重影响多边军控防扩散与裁军进程 中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严格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 我们敦促美方 多反攻自省 少抹黑他人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对美方 在尊约方面的关切